我们的客户的基本的增三改查 已经完成了 但是注意 我这个地方还没做 我这上面想干什么 来个条件查询 想来个条件查询 而且这条件查询 我还想带分页 还要带分页 就比如说我一查普通客户 那普通客户有多少 可能有十个 对吧 那你要有十个普通客户的话 这十个普通客户 是不是也要进行分页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那这时候就变得很简单了 因为我们用的是谁啊 之前咱们用的就是 detached的criteria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只需要 在detached criteria的哪个地方 就这 把你想要的条件一设置 其他的地方的代码都不用变 像你的DU啊 哪块啊都不用变了 但原来你的DU什么的 是不是都得改 对吧 你得拼色口语句啊 做很多事 现在都不用了 只需要在外部层 设置一次条件就行了 那现在我们这样 我们想做条件查询的话 那好了 我们到这儿看一下 就是客户管理的一个条件查询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来在列表的页面上 来准备这些条件 就现在我这里边 只有一个什么呀 只有一个客户名称啊 我想多加几个条件 让他条件并列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是怎么办 比如说我还想按客户级别查 客户来源查 客户搜索行业查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好了 我们就可以在列表的页面上 这是我们列表页面 然后列表页面呢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客户名称 对吧 客户名称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在这儿 当然你得把这个变了 叫CustNate 对不对 然后你再多复制 这是几个TD OK 然后这儿呢 我就可以写上 这是什么呀 客户来源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客户级别 然后下边 还有一个客户 这个就级别吧 级别 然后这是客户的行业 对吧 然后这几个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变成下列表 让他自己去选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个 select 然后这儿呢 还是写谁啊 ID 我们叫Cust的Source 对不对 然后里边还是弄一个Option 然后这个Option呢 给他来一个Value 是空 然后这儿也是一个行选 那现在这个有了下边的这儿 都一样 对不对 再来一个级别的 然后再来一个 这儿 对吧 所属行业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Cust-Level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是Cust-Industry 然后别忘了 他们上面要想提交的话 是不是得有Name 而且这Name 我们应该怎么写来的 是不是应该写的是 Base Dict Source 然后 Dict ID 对不对 得这样写才行啊 那么这几个也都是 一个是Base Dict Level 然后这儿呢 也是Base Dict Industry OK 那现在我们的这几个 已经做好了 你可以到这个页面上来看一眼 然后 现在它里面还没有数据呢 对不对 我现在只是列了一个 空的这个下来列表框啊 但是里面还没有数据 那这个数据 咱们也可以让它干嘛 一步加载 对不对 也直接一步加载就得了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啊 一点这个客户的列表 好了 那么它已经查出来了 这是不是有啊 但是这下边都没数据 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我到这儿输个名称 一点查询 按名称查 我输一个来源 一再选 按来源查 如果又写名称 又写来源了呢 就既按名称 又按来源去查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了 然后在这边 我们说了 还要干什么 一步加载啊 那怎么办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来给它 引入谁了 引入 解query的 那个GS 对吧 就是11.3的这个 好了 咱们引这个 高级版本的 这个GS 引完以后 下边 是不是写个 script 那一步加载的那几个代码 怎么写来的 对吧 那前面跟添加那儿不一样吗 你添加怎么做的 这儿就怎么做就行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把这里边的 这一段 直接复制到我们的这边来 直接就可以加载过来 一样的 也去这里边去查 查完以后转JSON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 来测试一下 我现在一点客户列表 看这儿 来源 级别 还有行业 是不是都有值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在页面上 把这条件准备好了 我们首先提供表单元素 对不对 这里边就有谁呢 就有那几个文本框啊 有那几个下拉列表框 就这儿 对不对 把这几个地方 我们就准备好了 OK 那么这几个地方准备好了以后 还得去一步加载数据 当然一步加载数据 跟添加 一样 你就直接把添加的 那个页面上的 那个地方复制过来 但是前提 你别忘了 你得需要引谁啊 解query的 gs 别忘 引他就行 好了 那现在我们的这些数据 都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 怎么做 注意 现在当我们一点击 谁啊 就后边那个筛选的 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是不是得提交 那好了 我们到这儿 一点筛选 注意它是一个什么 提交按钮 那提交按钮 一提交往哪提交 就form里边 那form咱们是往哪啊 fand out 对不对 就是往我们那个 find out的那个iton里边 去提交 那现在呢 我们直接来改写谁就行了 诶 改写我们action中的fund out的方法 那么你就可以到这边 找到我们的这个fund out的这个action 然后这不是我们的 怎么样 这个要在这个分页的 一开始的一个查询吗 那detage criteria不就是离线的条件吗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儿来设置 注意它可以在哪儿啊 在外部层 对吧 来设置条件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儿来设置了 就可以去判断 谁呀 判断我们的 传过来的那个名字 那名字它被封装到了这里面啊 就是 就是 点 get get custname 点 get custname 如果它不等于空 那我们怎么做呀 怎么做 怎么做 那这个时候 注意了 如果它不等于空 我们就可以说明 那个 你名字输入了 对吧 输入名称了 那你要输入名称了 我是不是就要按名称它呀 怎么办 detage的criteria 点 add 条件 对不对 那这里边我们是不是要写个 rese tription rese tription 就来给它设置条件吧 那么 里边是不是要写个什么呀 like 对不对 like 哪个属性呢 是castname 这个属性 like谁呀 当然你得看 你这个前后是不是都需要加 百分之号 那咱们就前后都加的吧 只要含这名字的就行 那你就可以把谁呀 这名字 拿过来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个条件就设置好了 那么再接下来 还要设置谁 来源 级别 对不对 那你现在到这儿 就得custom.get 这个source 不等于空 并且啊 谁呀 这个 这个getid 不等空 有时候为啥判断两呀 判断两 为啥需要判断这两 因为如果你判断一个 或者你直接判断谁呀 这个id 为不为空的时候 那么 如果你没给他传客户对象 就没给他传那个字典对象 这就是一个闹 对不对 就是你没选 你这个地方没选 没选的传过来的 是不是一个闹 对吧 那是一个闹的话 你想啊 这儿就是一个闹了 你闹还能点get他 肯定就会报错 所以说呢 我们前面 也给他加个什么 就是他 这个对象 首先不等于空的前提下 然后 怎么样 你再去获得他的id 如果这id还不得空 说明你这边肯定是选东西了 对吧 选东西了 那么我们就得给他设置条件 那就detest的criteria.add 那么这里边还是reschipses.注意 这时候得是等于了吧 就是你这边选了电话营销 那我得是 就得是查电话营销的 对不对 那就是等于了 所以说在这儿就得是eco 对不对 哪个属性呢 就是base dict source.dict id 就这个属性得谁呢 得他 那就可以了 注意我们现在查的都是谁啊 custom对象 前面要写上对象的属性 因为这里边它不是有这个对象吗 对不对 得写这对象的属性啊 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的 对不对 那这是source 我们还得来个level 还得来个level 那这儿呢 也是level.get这个id 然后这儿也是level 然后这儿也是 对吧 那么下边这儿就是industry 好了 那这儿 还有这儿 还有这个地方啊 都是 好了 那么其他的地方 我说了 怎么呢 都不用改了 你现在这个代码已经ok了 啊 这时候就已经ok了 其他地方任何都不用变 而且 条件 还带分印 它已经完成 啊 还带条件 好了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 就已经设置好了 那设置好了 以后 我们现在直接来进行测试就行了 哎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库里边的这个记录啊 啊 这个 谁啊 小红红吧 小红红吧 啊 啊 小 红红 好了 那现在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边有带凳的 是吧 还有带小的啊 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搜一下 如果我到这边啊 只干啥了 只输一个名字 比如说就输一个小 那现在我们一查询 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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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应该是可以查到的 看来我这个名字不等于闹是不是有问题 啊 那么这样 你看他发的那个语句就行了啊 好了 重启一下 然后我看一下那个名字 我写的是叫Cas的内容吗 啊 是他 对吧 哎 是这个名字啊 好了 然后我们注意看他的这个发送的语句啊 哎 这个不是啊 这个 哎 你们先别访问啊 好了 然后呢 我现在到这客户列表 啊 先清掉 然后呢 我现在到这个地方输一个小一点再选 啊 我要看这个语句 ok 嗯 这是啊 这前面这儿 like了 哦 他这儿 怎么还按到了俩条件呢 一个是level 一个是industry 是我那上面复制下来的没改对呀 level和industry get这个id不等于空 level 没错啊 啊 那sauce咋没有呢 啊 页面写错了啊 我看一下那儿呢 啊 sourc 啊 那我就知道了 那应该是这儿 他应该会把这个几个条件默认都给带上了 但是这几个条件是空的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这么干 你在这下边 再加 啊 就别让他俩并列了 就是我们如果他不等于空 哦 我知道了 啊 知道是为啥了 因为呢我传过来的那个值啊 默认什么都没选的时候 它是一个啥呀 是个这东西 对不对 是个这东西 所以说呢 我们到这边 到这儿 然后点get dig的id 对吧 他呢 不等于空 最好我也给他加上不等于空的字 字不串儿吧 啊 行 你判断的长度也行 啊 判断的长度也可以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空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长度了 啊 如果它是一个闹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长度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你就判断了 这 然后你再把那个条件给他加上 啊 那条件是这 对不对 哎 再给他放到这里面 然后呢 你现在到这儿 这就没问题了 啊 这是来源的 那么 把这个条件啊 再加到谁上呢 级别上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地方去掉 然后这是 然后这是 这也是 这时候就没问题了 然后下边的这儿也是 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变成get industry 好了 那现在的话呢 你把这个条件校验的严格一点啊 严格一点 好了 那现在我们到这儿 啊 就 OK了 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一段的这个条件的设置啊 给你 重新的弄过来 哎 把这里边的这个呢 给它去 直接给它重新弄过来 弄过来以后 你再来看我们的这个语句啊 因为之前的那个语句 它发送的时候 条件呢 拼多了 啊 拼多的话 它就查不到具体的数据了 啊 那现在我们到这儿 这时候就应该 OK了 啊 你观察它发送的这个语句就行了啊 既然没报错 那肯定是语句 出来的有问题了 那现在 好了 我们到这边呢 还是来启动一下 然后呢 到这儿刷新页面啊 好 然后 我们现在到这儿 列表一点 你们先别访问啊 我现在呢 到这儿输个什么 小 然后现在我一筛选 看到吧 说名字里边都是带小的了 然后还有凳的 然后你看这个分页的记录 数啊 总共是不是三条就一样 对不对 然后 来一个 再瞪 那现在我们到这儿 一筛选 哎 是不是有两条记录啊 对不对 OK啊 然后现在呢 这里边到这儿 比如说我一选电话营销 啊 然后 一查询 查的 是不是都是电话营销的 然后 然后如果我到这儿选个 VIP客户 一筛选 查到的是不是都是VIP客户 对不对 但是现在 我们的这个条件这儿 有一个问题 啥问题啊 哎 就是我现在选俩 比如说 有的时候选俩 选 网络营销 和 啊 普通用户的 怎么 一筛选 你看 是不是又是普通客户 又是网络营销啊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有一个问题 啥问题 就是我选完电话营销了以后 他默认这值 是不是就没了 这值 默认一没 你在一点下一页的时候 他条件就没了 条件一没有的话 就查所有了 看见了吗 你看我这儿 网络营销 我给你查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就俩啊 那查VIP客户吧 VIP客户几个呢 八个 对不对 但我当一点下页的时候 16个 因为他查的不是VIP客户了 查的是所有了 然后进行的是所有的分研 那怎么办 那这些值还得默认上啊 对不对 还得默认上 你选的是哪一个 下次还得有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怎么做呀 那首先你看那名字这儿 其实就有这问题啊 但是名字呢 因为我们 个数不够 你看小的是不是就仨呀 如果他有下一页 你点下一页 立马 这是咋的 也就出问题了 也就出问题了 因为你这上面的名字 空了呀 没有条件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数据呢 再给他回显一下啊 因为现在我们到这儿已经完成了 我们需要怎么的 在条件上回显数据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那文本框还挺简单的 因为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文本框啊 其实到这儿 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你就可以写上一个value了 写个value 咱们这样吧 用谁呢 用那个strat2的那个文本框 你如果不用strat2文本框 那怎么办 这里边得写s proft标签 那么你得写这个标签 然后注意 我们是不是把它提交过去 它封装到模型驱动了 这模型驱动 因为这时候我们这次请求还没结束呢 那那个模型驱动里边的数据其实还有的 还有的话 你就可以到这儿摸多点 卡斯内 这时候它还能取出来 你可以试一下 我们到这儿 来 列表 然后这儿比如说我们输一个小 这小是不是还在啊 对不对 因为它回来了 回来到这边呢 它还可以有的啊 OK 那其他的那几个呢 那你就得用什么 gs回线了 啊 你就得用gs回线了 那么这个时候 同样的到这边 得怎么办 还是得到这儿 写那个东西啊 就是cast source 这是不是就是s-o-u-r-c 这是我们id为它的下列表里边的option 对吧 那option的那个value的值 得谁呢 这不得来这个呀 这不应该是model.base dict source.dict id 对不对 如果这值得它 然后我们应该 点什么 prop 对不对 然后里边是selective 等于selective selective OK 那么你这个会写了 下面那俩一样 对吧 只不过你得把那sauce改成industry 然后这儿呢 也是 industry 然后上面的这个地方是level 那这个地方就得写个level OK 那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边 OK 尾点列表 然后现在呢 我一点 VIP客户 一筛选 VIP客户是不是还默认选中 那你现在再点下一页 看到了吗 这条件是不是就带过来了 然后如果是VIP客户 还是电话营销的 七条记录 那你现在下一页 是不是也都带着这个条件过来的呀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出问题了 然后如果我还想查 对吧 在瞪的 那然后还是VIP客户 还是电话营销 没有 那网络营销有吗 那普通客户啊 三浪 挺快呀 手啊 那有 他是两个电话营销 普通客户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里边啊 有这个记住 我们就可以查到了 就可以查到了 OK 这是我们条件查询啊 然后并且数据回显 数据回显 但是那个数据回显 这个GS的部分 就是直接这样来回显 对吧 然后如果是那个文本框那呢 那文本框的那个回显 就很简单了 直接写个property就行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 strat2自带的那个标签 你要用strat2自带的标签呢 那就不用写property了 直接写个什么 百分号大括号 对吧 直接写个百分号大括号就行了 好了 这是 这儿 这都是我们回显的 这个地方啊 回显照 我就给你标红了 好了